穿聖誕衣可以跟風一下嗎? 我好像有聖誕帽啦 好像有聖誕帽 還是我去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 好,好像有 可是好像去年有帶的樣子 還真的有耶 還真的有耶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有過節的氣氛了嗎? 我就記得我去年有的樣子 可以了吧各位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節快樂 打盾凱爾有什麼訣竅嗎? 盾凱爾攻擊的時候順移 因為 盾凱爾攻擊的瞬間 黑王會出現在你角色的位置 所以比如說現在盾凱爾要 要做那個砍屁的動作 或是橫掃的動作 只要一做動作的時候你就順移 你就順移 那黑王就會出現在原本的位置這樣 那你就可以躲掉黑王的攻擊 然後把盾凱爾空在中間 這樣就 我年底還洗得到漆黑嗎? 還洗得到創世嗎? 應該不算吧 喔 感謝小妹的50個會員 謝謝謝謝 等一下 這讓我現在有點混亂 怎麼辦掉漆黑咧? 這有吃掉我之後要洗創世的那個運氣嗎? 應該 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這樣是沒機會了 不會啦 不會吧 感謝小妹的1500啊 謝謝謝謝 哇 兩個大禮啊 聖誕快樂 免費會員 謝謝謝謝 欸這樣 我漆黑全成就咧 口紅眼罩 腰帶 魔導書 眼球戒指 苦痛項鍊 然後耳環 還有 創世兄長 喔 哇那我全部達成咧 哇 這個 該開心嗎? 喜創世的前戲 還是開心還是開心啊 真的 也謝謝小妹的大禮 哇 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自己細數一下 我第一個打到的漆黑我記得是口紅 我們看一下我們相隔多久 全成就達成 戰利品 口紅 2021年9月29號 現在到了2021年的12月25號 歷經了一年 將近三個月 全部取得 口紅 黑心 欸 魔導書是最早的耶 欸 魔導書更早耶 9月22 苦痛是今年嘛 啊這個 黑魔法師的胸章啊 是在另一個帳號那邊 大家應該有看過吧 在RID那邊打到的 再來 耳環是今天嘛 眼罩10月11號也是今年的事情 然後 眼球戒指是年初的 腰帶的話 12月12號去年 那沒錯啦 那看來最早的呢 是我們這個 威爾的魔導書 9月22 我自己是從去年的暑假 開始打漆黑王的 有沒有各位 我是從去年的暑假 開始打 困難漆王的 所以我們歷經了這個 一年 有 五個月 五個多月 全部達成 算不錯啦 還算快啦 然後 這之中 腰帶兩個 魔導書兩個 然後 9月就兩個 對對對 我是從7月開始打的 我到9月就開始掉了 然後 先掉魔導書 後掉口紅 然後再來到12月的時候呢 就掉了這個 腰帶了 那再來就到年初 年初的時候呢 就掉了戒指跟項鍊 再來就之後的那些 還行啊 我們也在這個2022年的年尾啊 達成了全七黑成就 那這邊只希望呢 明年年初的時候 在洗創世武器的時候 不要分到我這個運氣 拜託拜託不要搞啊 拜託不要搞啊 這個耳環 真的是不要搞 好啦 蠻開心的 畢竟沒打到過 現在洗創世一定跳框 欸 有想法 好 我們來洗個創世 聖誕節快樂主播剛有人提到免費會員嗎 謝謝 再次謝謝小妹的1500啊 啊 終於跳出來了 被那個會員卡著 那我們就來洗吧 跳 OK 好 那個 一樣沒六 哈哈哈哈 剛剛內心可以說是百感交集 掉了耳環是開心的 因為沒打到過 但問題就是 完蛋了 原本一直說好 現在都不掉 等到洗創世的時候 運氣一次爆發 有點擔心 然後在擔心的時候 小妹又送了大禮 剛才真的是 百感交集 那個心態上 不知道怎麼轉變 我不知道到底該開心還是難過 還是該擔心 哈哈 耳環會是橘子給你的聖誕禮物嗎 那剛才打威爾的時候 怎麼不掉一下 哈哈哈 哎呀呀 我1月1號 會發 2022年的歐洲精華 那會分上下兩集啦 因為今年 有點多 如果都 剪在 像我去年 2021的歐洲精華都剪在一起 那如果今年也都剪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長了 我們分兩集好不好 1月1號跟1月2號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的運氣的變化 這個我的運氣的變化 到了年末的時候 就 呵呵呵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022年的歐洲精華 有沒有 欸欸掉了掉了 哇 掉了掉了 欸這個時候還出鐵塊啊 你就安心的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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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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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鸚鵡之外 適合打戰術階級的角色嗎 喔 我說要刮鬍子了 唉呀 居然掉了 過 來呀 喔 喔 白癡喔 收工 喔 收工 喔 收工 喔 各位 就說吧 打王就好了吧 玩什麼精緻塔 玩什麼精緻塔 蛤 還玩 打王比較好玩 唉 開心 OK 欸 喔 我的天哪 屁啦 真的假的 我整個人都醒了欸 OMG 來個神秘裝板 來個神秘裝板 OMG 哈哈 我的天哪 好嗎 好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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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